為了要提升典型的風災燃料 當時減少隆悉散因為天然在海造性損失 未來香港訴點每個星期三都會來基盤無人機的庫定 希望未來頭過多期來進行大幅幾個月領域 對處工作表示 頭過感慨跟實際操作 希望每一位人員都有操作多期的燃料 未來也要幾月鼓勵大家去哭出競角 從無人機的技術好好來提供輸用幫助更多鄉親 為了提升地方的風災能力 未來香港訴現在引進無人機 每個星期三都會請工廠來上課 希望未來每一位人員都有操作多期的能力 將新科技實際應用幫助鄉民 未來香港訴沒有人的風災機操作 最主要是希望未來可以引營我們農作 要負責甚至我們未來香港 整體上水域系統 本身的重新來盤點 所以目前我們說 每一星期的拜三會保 我們固定 都在這樓裡做無人生氣 要做訓練 因為早期無人機是一些有幸福的人 才會去接觸到 隨著科技進步 現在漸漸融在生活中 因為使用上越來越普遍 所以有很多科技要尊手 也要靠到正教才能合法使用 那因為受到無人機的這個 太過廣泛的運用 所以說民房局也特別 訂電了一些相關的管理辦法 包括一些證照的考取 所以我們這次配合公所 我們也特別安排了一些課程 那針對這個無人機的考取 我們主要是針對裡面的一些項目 那請我們公所的同學一起來參與 無人機也雖然到 各科技的進步不一樣 可以有不一樣的用途 那是在農經科 未來可以做農作部的順檢和考察 那是在行銷部 也可以用來打拼做選團 無人機的實習的操作課程 那也是對我們公所的一些勘察業務 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忙 那未來可以應用在我們的 詐害勘察上 或者是這個像是農經科的 或是農地使用的調查 目前公所各在初期的訓練改端 如果是要實際應用 又需要一段時間 在你環境也有很多困難 需要客戶 但是相信一部一部的累積經驗 共同努力對地平一定有幫助 記者檔驚華 蔡宏報道